加上去我們這個麻油雞 麻油雞湯裡面是最貴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吃喔 我們還要換這種車然後再去雪霸國家公園 先去山山人家 今天我的司機謝謝 哈哈哈哈 幸福吃 哈哈哈哈 我們來到了山山人家 坐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我們來到山人家 那邊 那就來吃吧 好 對 對 一家 那邊 雙虎 雙虎 還有 我們來到了三上人家 雲海在後面 雲海 這邊雲海蠻漂亮的 就是空氣超舒服的很清晰 不過這邊啊 如果腳不方便的話呢 走路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下面都是茶園 OK我們來上上人家吃中餐 嘿嘿 招牌 羊龍骨 這邊 休息上廁所 霧林民宿 坐了好幾個小時的車 終於到了 喔 哇 OK 我 到了之後呢 我會覺得可能是坐車 然後呢讓我的血液循環不太好 所以 我一到之後看到床就怕熱就睡了 我大概睡了大概 快三個小時才起來 洗個熱水 然後呢會覺得頭超痛的 不過洗完熱水然後沖一下之後 吹乾頭髮好一點的 然後現在整個都是 大霧 所以我們現在去吃飯 Let's go 好餐是吃自助餐 好餐是吃自助餐 很好吃 夾到就有素行喔 夾到素行素行 晚上呢 7點開始呢 有一些活動 例如說呢看影片啊 然後關心 看心情這樣子 我們來參加晚上的活動 這邊睡覺的 睡12點鐘 下雨天 還是要走 什麼東西 關屋 關屋喔 對這邊就關屋森林遊樂區 張學良在這裡嗎 沒有張學良在阿波清流那 阿良的家還沒到 所以我都是看樹看路對不對 等一下全團照兩小時沒有讓他洗手間 謝謝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吃 剛剛 你也聽到 他那邊 那邊 就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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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先灑水 先把精神灑水 血清倒乾淨 再上來 下一站 來去看魚 進度室內要帶上頭髮 好嗎 行 好嗎 好嗎 一隻一隻隻 牠最大牠大概是9-12公分 因為三家魚剛生出來的時候 牠沒有自行去捕食的能力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牠就吸收牠肚子裡面的軟黃 當作成長的養分 所以我們都會說 三家魚媽媽在生出來的時候 就給牠帶了一個魚便當 就是這個軟黃 因為牠小時候沒有辦法自行捕食 所以牠要用吸收軟黃的方式 當作牠成長的養分 這邊好冷 超冷 超冷的 現在穿這樣子剛剛好 這邊是在看影片 他教你一些什麼 山椒魚 我們來到了清泉 清泉這邊有一個 張學良故居 那張學良大家都知道 是民國25年12月12號西安事變的時候 牠沒有把那個獎公給幹掉 所以牠就有這一間 走走走走走走 喔 牠活100年耶 1901到2000年 這裡面的溫度最高 那我記得裡面 溫度最高的旁邊有一個腳 有冒出那個溫淺 那個可以喝 沒有什麼油黃會可以喝 你是有泡來以後會吃嗎 我住在這個地方其實 算是被軟禁吧 這邊 這邊 這邊山 然後清泉住 1946到1950 然後再搬去西子灣 然後再搬去北投 來 到台檸檬品 田翔喔 來 前面這邊有 我們的檸檬品 我們今天的晚餐 古餐餐廳 在西港這裡 西港最有名的麻油雞 那呢 牠是用生肉呢 先炒 先過馬油雞 跟薑或炒 哈哈哈哈 看的鏡頭講不出來 你看看的鏡頭 喔 還有一個重點 喔 重點 就是這一盤 麵線 這個呢 他們說會日曬麵線 這個呢 加上去我們這個麻油雞呢 那裡 麻油雞湯裡 是最貴的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來吃喔 好 掰掰 我們下次再去玩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去玩囉 掰掰 吧 掰掰 ektor